大家好 今天這集節目要和大家分享我最近完成的音樂燈箱 剛剛開始製作的時候 純粹只是為了好玩而已 沒有想過要送給Bingo 但完成後是一定要送人的 不太可能放在家裡 因為家裡的空間很有限 結果碰上了朋友最近生日 想不到要送什麼生日禮物給他 於是便綁好這份禮物給他 故事要從這張照片開始講起 在網上逛的時候 無意間看到這張照片 看到這些很漂亮的燈箱 就手痕想要製造一隻 於是就這樣畫了一隻坑給自己跳 在這裡我就不詳細分享製作過程 因為當初只是想製作一隻樣板 制定製作的流程之後就可以大量生產 所以整個過程都是專注解決問題 和吸取經驗 就沒有心情拍照 錄視頻 所以沒有什麼很仔細的記錄 那些切割這些紙張 有人就用手工刀 真的逐個切割 其實也有專門切割紙張的耳器 那這個耳器成千元馬幣 真的用割紙 我覺得有點浪費 所以我就選擇了 雷蛇切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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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錢大概是一千零元 但是它不只是割紙 還可以割木板 還有一些其他沒有那麼硬的質地的東西 所以我選擇了 用雷蛇切割機 因為這個滑界不是滑界 是因為用雷蛇切割機 它會有燒焦的效果 所以就有一個黑界 不過問題也不大 因為開了燈之後 就不太明顯 它... 它... 沒有很明顯的黑界 那一般人製作這種燈箱 就只會用一個顏色的LED 又或者... 用兩三個顏色的LED 放在最底層 所以你看到很多時候 這些位置是黑色 黑色的 因為... 這是最上層的地方 而我呢 就選擇了這個圖案 我覺得LED的方面 可以有些不同 所以我就在... 大一層的這些位置... 嗯... 大一層的這些位置 放了一些... 紅色的LED 來highlight這些紅色的位置 嗯... 燈就來標示... 嗯... 一個... 圍藍的夜空 這樣... 那... 這個就是跟... 這個燈箱最大的分別 就是跟其他燈箱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 嗯... 不是在... 啊... 啊... 才... 才... 装LED 所以... 藍燈和紅燈之間 會... 會有... 重疊的情侮 放之下 會呈現了一些位置的紫色 所以是... 有更多層次的 那... 而在最低那層 其實我只是安裝了三個... 嗯... 白色的LED 分別就像... 這個... 啊... 月光啦 以及這顆星星 以及... 因為角度的問題 遮蓋了一個大門呢 都有一顆的 那... 就是... 在這三個部位啦 這樣就可以讓整個燈箱的顏色更有層次 而不是只是一個區域 一個顏色 跟之前的不同 那... 這張照片 因為手機有少少的... 調整功能啦 所以... 月亮和星星的白色呢 就不是那麼突出的 但是如果你親眼看到的實物 你就會看到... 嗯... 月光和星星本身是很白很光的 所以... 嗯... 就很漂亮啦 很有層次感 那... 基本上燈箱的部分呢 就完成了啦 那... 然而認識我的人都知道啦 我肯定就不會只會... 重複做... 一次別人做過的燈箱啦 所以... 這個燈箱我決定要加入... 原... 音樂盒的元素啦 那... 戲開始製作之前 我就在網上看到很多資料 知道有... 嗯... 一塊這樣的MP3 沒有塊的... 它的價格又不是很貴... 體質又很小巧... 就很適合我的燈箱... 對呀... 除了電腦... 烹飪木工之外呢... 電子的東西呢... 我都弱懂一些... 它可以播放TF卡... 或者我們叫做... SD卡的東西啦... 那... 只要插SD卡... 或者... 插TF卡進去... 它就自動會播放裡面的MP3檔案的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 啊... TF卡的插槽的... 就給你插TF卡... 那... 好啦... 音樂的部分就搞定了啦... 但是... 再... 精巧的MP3... 模塊和LED呢... 都是需要... 電力的驅動的... 那... 要簡單一點來處理... 當然就... 接個Power Adapter就算啦... 但是... 我這些人... 怎麼會這麼輕易放過自己的... 是不是... 通常都是... 找屎給自己的... 所以... 這個燈箱呢... 是屬於裝飾品啦... 擺放的地方... 很可能就不會有電源... 在附近的... 是不是... 所以... 如果可以用電池就... 完美啦... 所以... 在網上就做了幾天的功課... 就發現呢... 原來呢... Nokia的電池呢... 原來不只是用來... 給手機供電的喔... 現在很多廠商啊... 都用它來... 做電子儀器供電的喔... 它那些... 啊... 小型的玩... 啊... 電子... 啊... 遊戲... 遊戲機啊... 都是用... 甚至乎有見過一些... 是... MP3啦... MP3Player... 啊... 便宜的MP3Player... 是用E來供電的喔... 所以... Shoppy又很容易找到啦... 而且價格又不高... 最主要都是因為它的扁平的體積呢... 又很適合我放入我的燈箱裡面喔... 是... 呃... 我覺得... 好了... 有了MP3模塊... 以及電池的供電... 那當然就需要為電池充電啦... 那我就不想麻煩... 要用家把電池拆出來... 再拿去另外... 另外充電... 另外充電... 那... 於是乎呢... 啊... 我就... 由上網去炒啦... 就炒到... 這塊... 啊... Lithium Li電池的充電模塊... Lithium Battery的充電模塊... 嗯... 讀完College之後呢... 其實就真的... 沒有碰過電子的東西啦... 都不知道... 原來現在的電子模板... 已經這麼先進... 這麼多元化... 又可以做MP3Player... 又... 又... 有Lithium Battery的充電器... 又... 嗯... 體積又不大啦... 重點都是... 相比我以前讀College的時候... 它真的細快很多... 那... 呃... 再來就... 啊... 選擇這塊... 毛板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為價格不高啊... 起初必要很多人在這裡賣... 所以...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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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我說兩產就絕對不是問題... 好了... 所有重要的零件都在一起啦... 那是不是就這樣可以輕鬆完成呢... 當然不是啦... 零件就是收到了啦... 但是... 還需要自己把這些零件... 摺繃起來的... 即是燒汗啦... 那... 於是... 就跟這堆應器... 奮鬥了好幾個晚上... 就終於成功... 出到聲啦... 啊... 奮鬥到電出到聲啦... 那... 在奮鬥期間呢... 其實還燒壞了一塊... 這個... 充電模板的... 因為... 是... 充忙中... 硬就搭錯線... 就... 就... 燒壞了... 好... 就... 這個電板... 我又買了幾塊啦... 所以... 燒壞了一塊... 都沒有拖延到我的... 進度... 那... 摺下來呢... 就是用... 尼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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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那些標示和作品的 serial number 都是從一些正義的木板 切出來 這塊amputee 木板可以接三個 按鈕 可以暫停 或者 play and pause 這兩個就可以 單按鈕 就是next和previous track 長按鈕 就可以調整 Volume up Volume down 這裡有一個 拿自年刀天使 其實認識我的朋友 都知道這是我的標誌 近年來 我都開始在作品上 都會附上我的標誌 還有有我的 serial number 方便日後我做紀錄 我知道我做到大幾隻 充電模板 在充電的時候會是紅色 充電後 就會變成藍色 我試過了 充一次電 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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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不停 播放差不多兩小時的音樂 會停 到那一刻 電力還能夠跑到燈 但跑不到MP3 沒有聲音 燈還會亮 就這樣 在這裡 在這裡可能大家會問 剛才那塊Nokia 電池 去了哪裡呢 所以 沒問題 讓我給大家看看 是去了哪裡 那 這兩塊棍子 就是用來保持這塊 背板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喇叭 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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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 我們就看看完成了之後 是怎樣的樣子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樣子 一開 它就開始播放了 再播 前面就是這樣 當然這個MP3模板 其實你可以放任何 歌下去的 其實任何MP3都可以放下去的 不過都說了是 是一個 音樂的感覺 所以 我就放了 第一首我就放了 是一個音樂盒的背景 其實 過後我製作 做好了之後 送朋友之前 我都 收拾過一些音樂 放成一個 好 放成一個好 其他音樂 進去 最後我們看看製作成本是多錢 如果不計算工資的話 大概就是90元左右 你看到電池真的不貴了 10元就有交易 充電模板也是2元 MP3的喇叭 也是11元左右 反而 最貴的 最便宜的 TF卡 我買到 品質很差 所以一定要買一個 比較 好一點的 而最便宜的 就是17元左右 13元我都有看過 差不多 LED就很難計算 因為是從一個很大的 很大條的LED切出來 所以很難正算 都是幾錢 人工錢 現在很難計算 因為在開發的過程中 要解決的問題不少 如果把所有時間都計算下去 這個一定是天價 所以要等日後 要計算 可以考慮讓我幫你做一個 這樣的音樂燈箱 同案肯定是不一樣的 同樣地 知道我的人都知道 我不會重複做同樣的同案 所以 同案會不同 有些 剛才那些擺位都會有些不同 因為 吸取了今次打擺的經驗 我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 做給你的 肯定是 會更加漂亮 更加不同 今天的視頻就到此為止 歡迎在留言區 讓我知道 你是否喜歡這個燈箱音樂盒 如果你想了解 詳細的製作方法 也可以留言給我 我會在下一個製作燈箱的時候 做一個比較仔細的記錄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粉絲 1.2 2 9 3 1 4 3 感谢观看